大家記不記得, 《南花彈》、《西施丙》和那個小母金山七, 踩過一台大戲叫做《鳳嬌打獵鴨》。 當時的粵劇舞搶戲真是很冷靜的。 金山七的老婆是點肥肉, 本來不是戲子, 不過被老公過了不少了, 所以在二十世紀初, 都試過在省城黑村過踩台板, 阿爺個人碎老母說扁肥肉有出戲很冷出名, 叫做《山東響馬》, 他就反串做《廣東先生善於雲》。 那個人被稱為大喉領袖紅飛影, 潮流女歌領袖是甘扁肥肉出身學戲, 金山七是藝名, 他原本叫做李惠濤。 他退休後便來到香港, 中華民國五連在九龍城, 打鼓嶺穿過山頂, 英軍連把牆附近, 即是嘉鎮摩士三號公園, 左邊是獅子山, 右邊是沙澳村的菜地, 沙澳村的青龍城, 四圍中滿竹樹。 他到大門擺滿一盤盤花 滋滋的蘭花 滋滋的曲花, 俗借幾棟楊柳樹, 梁峰宋桑爽, 好撞過癮, 起座兩座雙距兩馬的涼亭, 裏面有首詩, 翠竹青六任家園, 一圓花草套昏芳, 每眼山水好成涼, 如畫風光一翠眉, 紅妝萬惠夫樹枯, 陶潛層逐百雲歸, 全臨遊翠龍成江, 充忍誰人焗愛姬, 這個食封別墅就叫做李慧元, 謝謝大家,謝謝大家!